梁晨咚 踩到我的影子了 痛死了 你得补偿我 尹先生 你这叫碰瓷 怎么样 搞定成功了吗 不相努力了 没事 思辰 我呢 跟陈太太是好朋友的 我们还可以再想办法的 一定会有转机的 对不对 不要难受 陈东已经答应我的要求了 你放下来 老婆帮了我这么大一个忙 我该怎么补偿她呢 我现在有个坏消息和一个 先说坏的 我们虽然搞定了陈董 算上董事会一共有两票支持 但是根据我的了解 董事会其他成员包括杨董 此次对你的表现都非常不满意 估计得到他们的肯定 难上加难 那好消息呢 没有好消息 我的意思是一个坏消息 和一个更坏的消息 你听我说完 你就知道我说得没错 眼下 我们还有最后的 一线生机 阿里克斯 对啊 我们当时就是拿百分之十股权 跟他进行置换 只要阿里克斯现在支持 也许我们还能够 挽回局面 他现在怎么样 有婚姻了吗 但换一就会在这里 董事会那些人不支持你 原因就是因为阿里克斯 至今没有表态 我必须尽全力争取到阿里克斯 这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玛丽米是阿里克斯 为了纪念他妻子而开的品牌店 所以如果说我们 因为其他的事情 欺骗他的话 还好说 但我们一开始 就是因为感情在欺骗他 我觉得他可能 没那么容易原谅我们 所以我决定非他米兰 亲自当面向他道歉 请求他的原谅 我跟你一起去 这次情况比较复杂 你还是留在家里 等我的消息 这次的事情 是我们两个人 一起犯的错误 所以应该由我们两个人 一起去弥补 而且 要搞定阿里克斯 少了我怎么心 好 订票吧 你早就计划好了 没有 这个是为了应付 情侣间某些特殊情况 而提前准备的 什么特殊情况 就不如说 我们俩吵架了 然后我需要离家出走 但如果说还要收拾行李 就会特别的尴尬 所以我就提前都准备好了 一吵架我就可以马上走 是不是特别贴心 贴心 真贴心 贴心的我都想给你些奖励 太可惜了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我看你以后还敢不敢再想着离家出走 不敢了不敢了 再也不敢了 这次你就放过我吧 可是我并不打算放过你 这次我们确实是做错 但我们也确实是因为玛丽米才爱上对方的 所以应该没有人比我们更懂玛丽米的内涵 如果艾雷克斯肯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们可以将我们的体会 融入到玛丽米的设计当中 将艾雷克斯想表达的理念 延续下去 好啊 那你一会儿见到艾雷克斯 你可以详细地跟他说一说 我知道 放心吧 你一定会特别顺利解决的 嗯 怎么啦 怎么了 你一会儿就要顶着这张苦瓜脸去接艾雷克斯啊 你好 我要找艾雷克斯 对不起 没有预约 不能签艾雷克斯 那我现在就预约 麻烦你帮我确认一下艾雷克斯 的时间 我们可以等他 他不在工作室 他去哪儿了 我们不能透露艾雷克斯的行踪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 嗯 我们不清楚 要不你们先坐一下 休息一会儿 嗯 谢谢啊 谢谢 老板 那个 上次你许可的那张设计图 被我搞丢了 好 我有办法 来 哈喽 你记不记得我呀 咱们见过的 可以去给你进 嗯 谢谢 等我回国 我就给你发消息 嗯 好吗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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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搞定了 艾雷克斯今晚会参加一个酒会 早不辛苦了 我得好好奖励你一下 嗯 在人的工作室不好吗 那红包也不要了 要 这样真的可以吗 你忘了第一次我们见面 我是怎么认识这一会儿挺快的 嗯 您总结 让一下 不要看待信了 她是 可能是某个大明星了 她独特的风格我非常喜欢 艾雷克斯 你好两位 请出示一下邀请函 我拖住她 你先去 在我这里 嗯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好像 先生 有个掉里面去了 你帮我看一下 艾雷克斯先生 尹先生 你们先下去 你怎么来了 十分抱歉 我们去那边说话 谢谢啊 没有邀请韩这边不让进的 请吧 行 不进就不进 一定要顺利 进